我刚才那个错误是这样 是因为我手滑了 是一个第一错误 这个根目录下边 这个.bubble.rc这个文件里面 这个preset应该是个presess 这个后面应该是一个s 应该是一个s 大家把这个加上之后 加上之后我们再重新 npm run第一位重新看一下 好大家看这个arrot就已经出来了 对吧 就已经出来了 就说明我们在这个地方 当这个代码就就编写成功了 所以说直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一下这个wipack.dev.config 里面我们配置的东西 然后我们有入口有出口 对吧 还有这个模块 就对gs的这个es6语法的一个解析 通过bible 然后呢 还有这个为了测试用的这个dev server 和这个一个模板 然后把代码之后自动放到模板中 然后最后才我们现在运行看到这个结果 好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代码开发环境的这个过程 对的 好